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据业内人士近日透露,台积电会在7月召开的投资者会议,宣布修改2024年以美元计价的销售增长预测。预计这一调整是基于来自AMD、苹果、博通、英特尔、研发科、高通等主要大客户的订单。 台积电定于7月中下旬召开季度投资者会议,公布第二季度业绩,并提供有关其业务以及市场前景的相关讯息。 台积电表示,7月中旬前为静摩期,这期间不与投资机构接触。 据了解,台积电于4月举行的法说会下调了2024年晶圆代工和半导体行业的增长预期。 不过仍预计,全年营收将增长21%至26%。 此前有消息称,在人工智慧、AI及高效能运算、HPC客户、晶片订单推动下,台积电有望在第二季度实现创纪录的以美元计价收入。 预计台积电第二季度的增长率为3.86%至8.1%,收入在196亿至204亿美元之间。 以1美元对32.30元新台币的汇率运算,约为6330.8亿至6589.2亿元新台币。 预估第二季度毛利率51%至53%较首季53.1%月减,第二季度银益率40%至42%较今年首季42%持平至小减。 不过,台积电7月中上旬的公布,6月合并营收2078.69亿元新台币,较上月减少9.5%,较去年同期增加32.9%。 伪计2024年1至6月,营收约为1.266兆元新台币,较去年同期增加28%。 按台积电这次公布的营收运算,台积电第二季度营收约为6735.1亿元新台币,约208亿美元,计增13.6%,年增40.1%,超越此前猜测最高值。 可见,第二季度营收增长主要是由于高效能运算HPC需求强劲。 近期外资报告中也提到台积电3奈米家族公布应求。 2025年有望涨价5%至10%,7奈米家族因需求不振将降价10%,对此,证券分析师认为对台积电应是正面的效应。 另据报道,由于对2奈米制成的强劲需求,台积电明年将增加资本支出,创下史上次高水准。 晶片行业目前正在推进更先进工艺节点领域的赛跑,作为一直以来的龙头企业,台积电早就制定了3奈米和2奈米晶片生产计划。 三星在2奈米晶片上也传来进展,有可能是改写全球晶片竞争格局的讯号。 三星电子近日确认,已经赢得日本PFN人工智慧公司Preferred Networks订单,将使用2奈米代工工艺和先进的晶片封装服务,来为该公司制造人工智慧晶片。 PFN副总裁兼运算架构技术长Junichiro Machino也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三星的晶片将用于PFN的高效能运算硬体以构建大语言模型等。 这也是三星官方公布的首份尖端2奈米晶片代工订单。 但这一消息,时机在2月份就已经在业界传开,当时就有消息人士透露,三星将为PFN打造人工智慧晶片,但三星当时对该合作伙伴的身份进行了保密。 而这次合作也被视为人工智慧行业及晶片代工行业的一大笔成碑。 对于PFN来说,获得最尖端的2奈米晶片将帮助其获得更多竞争优势。 三星方面,这份合同则代表着其冲击台积电主导地位的一次关键胜利。 资料显示,Preferred Networks成立于2014年,AI深度学习开发享有盛誉,谢丰田、NTT、FINAC等大企业投资。 此次下单三星2奈米制程,包括配套HBM和先进封装。 三星电子这次还宣布,与日本AI晶片新创公司Preferred Networks达成合作,除了将为其提供2奈米GAA制程, 还提供2.5D Interposer CubeS及iCubeS封装服务。 三星称,其一战式服务解决方案将帮助Preferred Networks生产功能强大的AI晶片,满足生成式AI市场算力需求。 双方还计划展示下代数据中心和生成式AI运算市场的突破性AI晶片解决方案。 Preferred Networks运算构架部门副总裁兼技术长还表示, 很高兴采用三星2奈米GAA制程,引领AI晶片发展。 三星的解决方案将大力支持Preferred Networks打造高能耗、高效能运算硬体,满足生成式AI市场, 尤其是大语言模型不断成长的算力需求。 三星代工业务团队企业副总裁兼负责人Tajun Song也指出, 这比订单至关重要。 确定三星2奈米GAA制程与先进封装为下代AI晶片的理想解决方案。 三星致力与客户密切合作,确保产品卓越效能和低功耗特性充分发挥。 三星代工路线图出 2奈米SF2制程,2025年推出,较第二代3GAP3奈米制程, 相同运运算频率和复杂度情况,下课降低25%功耗。 相同功耗和复杂度情况,下课提高12%运算效能,减少5%晶片面积。 三星还提供2.5D封装iCubeS1制整合封装, 将多晶片整合至一个封装,提高互联速度并缩小封装尺寸。 三星设备解决方案部门负责人Tiang Kaihean去年曾指出, 从2奈米节点开始,三星将采用环绕炸机工艺GAA, 有望在未来5年内在技术上超越台积电。 而台积电比三星晚一年应用GAA。 据一名知情人士此前指出, 耐人许位的是,PFN自2016年开始一直是台积电的客户, 而此时选择与三星合作可能代表着一些新的行业动向。 该人士透露,PFN或许是看重三星拥有全方位的晶片制造能力, 能涵盖从晶片涉及到生产和封装的所有程序。 而PFN转向三星也可能意味着三星撬动更多台积电客户的可能性, 为三星与其他重要客户结盟铺平道路。 技术上看,三星计划在2025年开始将2奈米工艺大批量用于行动应用。 2026年扩展到高效能运算晶片, 2027年进军汽车晶片。 而台积电计划在2025年前量产2奈米晶片, 研究机构Trendforce指出,这代表着科技巨头键的竞争将到达新高度。 业界也曾分析,由于三星比台积电更早采用GAA技术, 可能会在2奈米的竞争上占据上风。 至于另一家大公司英特尔, 则可能由于曝光设备的问题而无法遵循其在2025年技术革新时间表。 总体来看,晶片参数具体如何发展还无法定论, 但业内还看到了其他的竞争策略。 据悉,三星准备在2奈米工艺上以折扣架吸引客户, 尤其是高通的订单。 更微妙的是,高通也是台积电的老客户, 并且一直是台积电2奈米技术想要争取的大客户。 而高通一直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意愿, 同时向台积电和三星委托了2奈米晶片的开发和试产。 目前的情况是,三星与PFN合作, 而台积电稳稳抓住苹果的订单, 高通或许就是这两家公司下一阶段决胜的关键。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用户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